重阳节,这个远远流长的传统节日,承载了丰厚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。 它不仅是敬老爱老,弘扬孝道精神的象征,更是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。 在重阳佳节,人们会举行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。 其中,登高是最为盛行的习俗之一。 人们纷纷前往山川、公园或郊椅,踏球赏景,有木逞怀,既锻炼了身体,又陶冶的情操。 叉猪鱼,则是重阳节的另一传统习俗,这种具有特殊香味的植物,被认为有驱寒、止痛、驱虫等功效。 古人认为,佩戴猪鱼可以辟邪屈病,因此,重阳节又被称为猪鱼节。 此外,赏菊也是重阳节不可或缺的节目。 金秋时节,正是菊花烂漫盛开之时,人们汇聚花海,品评菊蕴,既欣赏了美丽的花朵,又感受了秋天的气息。 吃重阳膏,则是一种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饮食习惯。 精美的重阳膏,又称花膏、橘膏、五色膏等,它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和祝福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